今天给大家分享肥肠面 我第一次吃有肥肠的面 叫肠旺面 在贵阳的贵阳市 我出差去贵阳 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带我去吃的 特别是里面的那个肥肠 真的是好吃 让我记忆了二三十年 至于里面还有什么配菜呀 我都忘记了 不记得了 我只记得那个肠子好吃 这就像那个博尔特 跑一百米第一名 第二名是谁都不知道了 当然后面知道了 里面还有猪血呀 等其他的配菜 要做好一碗肥肠面 我们就从肥肠的清理开始说起 我们首先要准备好面粉 或者是玉米粉 玉米粉的颗粒稍微要大一点 这个是盐 白醋 就是食用醋中最便宜的那种白醋 或者是小苏打 醋和小苏打 选一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两样都有 可以分开使用 但不能够同时用 酸碱在一起会起综合反应 就什么效果都没有了 超过52度的高度白酒 也可以杀心去异味 好 下面我们就实际开始操作 我们先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大肠 用清水把它洗一遍 首先我会用食盐 进行杀菌消毒 绝大多数的细菌 都是怕研制的 在焯水之前 因为加热也可以灭菌的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操作是安全的 盐也可以增加粘性蛋白的清水性 增加它的吸附力 等会我们加面粉就更容易清理 我首先加的是玉米粉 因为它的颗粒大一点 超一点 更容易揉搓 效果会更好一些 揉搓的时候要保证面浆干一点 这样更容易吸附粘液 然后我再往里面加细一点的面粉 进一步的吸附粘液 揉搓好了之后 我们用清水把它洗干净 这就完成了第一遍的粗洗 这一步把绝大多数的 粘液蛋白给它去除了 下面我们洗第二遍 我用的是白醋加面粉 你也可以将白醋 变成小苏打 或者是高度白酒 这一步的主要目的是 进一步的清除 粘液壁上的异味 揉搓好后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这就完成了肠子内壁 第二遍的清洗 肠子的内壁就清洗干净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肠子翻个面 开始清理肠子的外部 肠子翻面是很容易的 我们先把肠头给它搓进去 然后往里面灌水 借助于水的重力 它自然的就翻过来了 然后把肠外壁 筋筋脑脑的都给它撕掉 因为很多的是淋巴系统 油就可以少留一部分 这样吃起来会更香一点 这是我试好的猪大肠的外壁 这是撕下来的东西 我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油 下面我们把这一面也用醋 或者是小苏打或者是白酒 加面粉把它洗一下 面粉可以是玉米粉 或者是一般的面粉 都行 这一面洗的主要目的是 把肠子的外面给它洗干净 顺便再彻底的去除一下异味 我还是采用吸附法 因为这样子洗比较干净 也比较省测 这一面随便揉搓一下就可以 因为它不是腥臭的来源 它也没有粘液 好 到这里 肠子的里里外外 我们就都洗干净了 下面我们把肠子再给它翻个面 让光面的在外面 让有脂肪的在里面 最终呈现的结果是这个样子 这样做出来的菜也美观 好 下面一步 我们把洗干净的大肠给它焯水 冷水下锅 加入姜片和料酒 或者是高度白酒葡萄酒都可以 澳洲的姜比较贵 不加姜也无所谓 换成两片柠檬叶子 也可以 焯水的目的也是进一步的 彻底的去除异味 杀菌和消毒 水开后再多煮个三五分钟 不再产生新的浮沫了 就煮好了 然后用热水把它漂洗干净 然后就可以煎炸卤草 做各种菜肴了 到了这一步 猪大肠的清理就算彻底的完成了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是怎样卤猪大肠的 我一般都是在卤完牛肉 或者是卤完鸡蛋以后 再卤这个大肠 单独的卤大肠 我觉得有点浪费 因为卤过的大肠水 它有味道 就不能够再卤其他的东西了 我会再加一点辣椒和花椒 增加一点麻辣味 也会再增加一点老抽 上上色 如果你的卤汤要是不咸的话 还要加一点盐 再加一点料酒 水开以后 把盖子盖上 煮个30分钟就差不多了 卤好后 还要浸泡一个晚上 让肠子彻底的入味 然后你再做香煎肥肠 辣子肥肠 那就好吃了 好 我们用斜刀 把肥肠切成像眼形 不要切得太薄 因为家里是自己吃 怎么吃得过瘾 怎么来 切了这么多 应该可以了 我们做两碗肥肠面 我没有那个丝的碱面 面就用这个平时吃的普通的这个面 煮的时候 点两遍凉水就行了 如果有碱面 味道会更好一些 好 下面我们来准备佐料 葱段我们用来炒香 切点小葱花 再剥几个整蒜 不要拍 否则一煮就烂了 再切几片姜片 剪几个干辣椒 再切两个小米辣 一辣三分位 我们再切点香菜 香菜的这个根是可以种的 水培也可以 那样的话 随时用掐几根做个佐料 就挺方便的 好 佐料大概就这么多了 我的碗也不够了 这个是花椒 这个是四川 皮线的豆瓣酱 好 下面我们开炒 锅中稍微多给点油 因为等会儿我们要炒一下豆瓣酱 然后把佐料依次放下去 然后把它们炒香 把豆瓣酱放下来炒香 把豆瓣酱放下来炒香 然后再把肥肥 然后再把肥肥倒下去 卤过的肥肥不要炒 直接放在锅里煮 做好之后软弱香 炒了之后口感就硬硬的了 加点料酒 生抽和胡椒粉 好,我们把它移到旁边小火的炉头上 让它慢慢的煮 大火我们用来煮面 让面和肥肠同时煮好 这个水是热水 事先我在小炉头上煮的都快开了 好,水开了 我们开始往里面下面 好,我们往里面加一次凉水 水又开了 我们再往里面加一碗凉水 好,我这个面基本上就煮好了 因为它是细面 这边的肥肠也煮好了 烙火 捞面前我们再加一碗凉水 这样面吃起来劲道爽滑 煮面切记煮过了 煮趴了 煮面两道水 新鲜饺子三道水 冻饺子四道水 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然后 我们再把肥肠放在上面 不知道看到这里的人 有没有流口水的 如果有 明天趁早去买肥肠 看着过瘾 吃起来就更过瘾了 在外面吃 总嫌肥肠少 在家里吃可以管个宝 再撒上一点小葱花 或者是香菜 麻辣风格的 肥肠面 这就做好了 去四川成都 吃那里的肥肠面 也是非常的好吃 不过没有我自己做的 放的非常多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下个视频我们再会 感谢大家的观看